加拿東之旅已經來到尾聲了 今集我們會去到Ontario 除了遊客必到的國會山莊 千島湖和Niagara Falls之外 我們還會去到歷史博物館 以及很少人去的Little Canada 多倫多究竟有什麼多呢? 第一件事就是車多 四維馬路都看到塞車 而Food Court也是到處都逼爆 人很多 相比在溫哥的話 多倫多當然是高樓大也很多 據於我們的鄉下仔 簡直是嚇倒了 在Toronto的Downtown 去Niagara Falls 大概的車程是一個半小時 其實你想看Niagara Falls 都有幾種不同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租一間酒店 有瀑布景 對正的瀑布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上去Sky Lawn Tower 尤其是有煙花看的話 在那裡吃晚飯也很棒 還有一個免費的方法 就是去Table Rock 這個位置 免費 景色都不錯 而我們今次選擇的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坐City Cruise 近距離去剃瀑布 說實話 順便在賣廣告 我這個頻道 逢是夏天就熬得很辛苦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不要只看 留下留言 寫幾句鼓勵的話 最好把我的影片分享給朋友 多謝 如果有人告訴你 坐City Cruise坐船頭才會濕 其實我是坐船頭船尾 全身都濕透了 其實你看看 這裡的水流都很厲害 真的好像玩急流 安省另外一個遊客的必度景點 就肯定是千島湖 Thousand Island 沒錯 我們這次又是坐City Cruise 其實名字不是很準確 因為有超過1800個 1800個小島 大的差不多像一個resort 小的剛剛好 建立了一間屋子 Dow Sun Island 我們會想起 沙律醬 也叫做Dow Sun Island Dress 其實這個沙律醬 也是源於Dow Sun Island 其中一間酒店的老闆 他叫George Bolt 他的廚師就做了沙律醬 我們會看出來 本來這個Canadian Museum of History 的地點就是在Quebec省的 不過為什麼我們會放在安省的影片裡面呢 因為其實我們是去開國會山莊 其實過一條橋 幾分鐘就到了 這個展館主要是分了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叫做Early History 就是加拿大成為殖民地之前的歷史 冷靜 Ci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二部分是殖民地的時代 合作有很多互動的遊戲 也有שים袋 新的天癡 畫上引用es 大家就很喜歡 第三部分就是《Modern Canadian histo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加拿大出名的歌手 除了Brian Adams 和Justin Bieber 之外 你又懂得多少個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原來加拿大的國旗 之前有三個競爭者 最後選了這一塊 嗨 其實如果有大人準備考入籍士 來到這裏應該會學到很多東西 既然是這麼緊 都帶大家去國會山莊 既然我們這個加東海營三省之旅 來到一個終點了 最好的總結方法 應該就是來Lead to Canada 暫時展館只有東部的省份 遲些就會擴充到 全加拿大省份都會有展區 這個景點其實都很新 在2021年8月份才開張 現在還在擴展 在這裏應該是來自從 在這裏應該是來自從 有型的大門一聲 有型的大門一聲 您會問 這個景點值得來自從 看嗎 您會問 究竟這間角色 很值得的, 因為他們覺得好像在玩LEGO 我未去過東岸抹雪, 都很想去 現在看完這個模型, 當是先去吧 然後看, 先把東西組成喜歡 前度下, 放在去, 到全部下跑 後之後, 還算汗 再加快套路 可以盡量拆掉 到西部和中部的幾個省份 我們這次就很幸運 可以親眼看到他們是怎樣做這些模型的 真的沒想過他們做這些模型 細心到每一張椅子 逐張逐張貼上去 一個Stadion 有多少張椅子要貼 好了 我們這個嘉東海洋三省的旅遊圈 來到這裡 終於畫上一個句號 如果你覺得這幾個節目對你有幫助 希望你可以訂閱 最好就分享給你的朋友 最近的天氣開始已經轉涼了 Wheesler也叫做落過一場雪 希望很快可以跟大家說回我正題 就是話說 謝謝 好 對 這幾個小時 你不是說的